首先而言,双方最好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因为这是一种长久的相处之道 有助于双方解决日后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下一步可以借助第三方 例如调解人或调解机构的介入 帮助双方至少重建起一个相互协作的邻里关系 上诉法庭的困难在于 大多数人认为这将是自己的深冤日 他们会大谈特谈自己如何受到伤害 因何感到懊恼和担忧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法庭只针对法律条款进行判定 并不会聆听双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不会关注你的担忧 或者当事人所认为的对或错 法庭仅仅只是裁决合法与不合法 从个人和职业建议而言 诉诸法庭是我愿意采用的最后一步 如果双方还要住在此地并成为好邻居 就一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无论这些问题是关于噪音 还是栅栏或树木 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找邻居谈话 与他们交流 了解对方的出发点等都极为重要 将对方送上法庭也许并不是与邻居建立有好关系的最佳途径 你要做的硬是尽可能化解矛盾 尽量尝试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 例如主动找对方谈话 因为如果不与对方进行真正的交流 你就无法确定他们是否赞同你的意见 与诉诸法庭相比 其他途径往往更经济 更快捷 更方便 所以尽量自己着手去解决 鼓起信心去尝试 如果这存在问题 可以让朋友或家人 甚至调解人帮忙 让他们代表你与邻居谈话 或协助解决相关问题 这可能比上诉要好得多 自行解决问题不仅是一种更省时 更省钱 更省力的途径 还能维护邻里间的关系 你一定不愿与邻居相互厌恶 也不愿意每次驶进车道时 双方都剑拔弩张 在将邻里纠纷诉诸法庭时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双方的长久关系 以及诉诸法庭对这种关系的伤害 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让你觉得需要和对方进行交流 如果邻居在网上发出噪音 而你希望他们将音乐声音关小一点 你是想每次都打电话叫来警察呢 还是在第二天跟对方提出 如果你能在十点钟后 将声音关小一点 我将非常感激 因为我家宝宝要睡觉了 一旦将事态升级到法庭 往往会迫使你每次出现问题 都必须求助于另一机构 如果通过自己解决 你很可能当天就能找到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主动去找邻居谈话 解释自己的担心 也倾听对方的顾虑 说不定下午或睡觉之前 你就欣喜地发现问题已经解决了 显然 诉诸法庭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